駕駛真的看傻眼 眼前的男子過馬路 似乎看到什麼 走到一半停下來 其他路人健壯也回頭 卻是有看沒有懂 駕駛接連按了兩聲喇叭 男子就是沒反應 這莫名其妙 直到綠燈都變成紅燈 男子才願意繼續往前走 事發這個路口有將近一分鐘的通停時間 但當時這名路人卻停在路中間 有25秒左右 但後方駕駛既無奈 卻又拿它 沒辦法 事發地點就在台北中山區 1號上午 也讓行人心智上路第二天 讓駕駛想過去 卻又害怕吃上6000元罰單 當然是不合理 因為如果這樣子會影響後面的駕駛 因為其實影響是大環境 不是只有單獨就是前面這輛車 然後它沒辦法過 那後面的車怎麼辦 其實大家遵守交通醫護安全 然後慢慢走都可以 右路人看法兩極 台中也有一名駕駛遇到類似情況 因為沒禮讓行人 被開了三千六百元的罰單 事後破文表示 當時婦人正在路中發呆才會過去 事後申訴被駁回 只能自嘲還好是在心智上路前挨罰 否則還得多繳兩千四百元 刑法上路被議論帝王條款再升級 但遇到如果綠燈時 行人站在斑馬線上不動 開罰也有難度 駕駛只能等待 別跟自己的荷包破不去 三勝和孟總是湘雲台北相報道 一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